细语著作 思想的阶梯 第一季 第三册 知道对问道 细语问答 为什么有的孩子生下来就有各种问题 读者问 细语老师 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 想问很久了 禁不住自己内心的那种对未知的渴望 我76年出生在农村 记得小时候 村里边还有邻村 有很多小孩子都是天生有点呆傻 还有一些永远也长不高 后来上大学后 才知道有一些是唐氏综合征 还有一些是小儿麻痹后遗症 还有一大部分就是天生呆傻 可能其中包括一些近亲结婚的因素 但这个因素不会超过半数 我想问问细语老师 这样的灵魂来到世上是什么目的 还有 我是一个先天性心脏病患者 出生就嘴唇发紫 走几步就得蹲下来休息 12岁的时候 父母带着我满村借钱 去一家大医院做了手术 治好了我的病 我也想知道 有先天性疾病的人有什么意义在里面 谢谢 细语答 痴呆的孩子 很多都是非常初阶的灵魂 他们刚开始投身入相对复杂的剧情与载剧中 犹如蹒跚学步一压学语的婴儿 这样的一生 对于灵魂来说不过是童年中的一天而已 他们出现在肉身载剧时 会出现在社会环境简单的地方 也不太会选择漫长的生命历程 而他们的父母也都是一些质朴的力量性灵魂 在锻炼着爱与坚守 觉知与自然的平衡 在这种初阶灵魂里 他们的发展方向比较有限 有些优先选择适应载剧而放弃头脑 有些优先发展思想而降低载剧的操作难度 而你的先天性心脏病 本身是给你父母的人生课题 他们可以做出几种不同的抉择 并体验到各种版本的心路历程 对于他们的这几种抉择与手术失败带来的人生故事 都被展开于体验 只不过在这个小我角色版本中的你 是远比其他自我要幸运的 或许因为你拥有着更加重要的人生使命要被展开 西语资料发布平台和文件免费下载路径 请见图示西语社说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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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